澳洲和新西蘭的旅遊氣泡啟動 首班前往新西蘭、奧克蘭的 捷星航空客機 當地清晨7點多 又適離國際機場起飛 這一日將會有超過30班機 往返澳洲和新西蘭 不少乘客提早到機場 前往新西蘭的貴位大排長龍 有人說是要探望親友 也都有新西蘭人急不及待回家 性案排底下 旅客出發之前 必須要有陰性檢測結果 也都要在機上戴口罩 入境之後無需隔離 但是需要向當局提供聯絡資料 多間航空公司都說 會加開航班疏到乘鞋